周处除三害这个电影 是我在海南看的第三部电影 我事先对这个电影毫无了解 宣传片什么片花我都没看过 完全不了解 就懵着就进了电影院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 大家只记得周处 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 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个电影啊 它生活的基础太厚了 我们的台湾报道黑社会枪杀案血行杀人 越祸底层老百姓的生活 你别说你就看那个街区哪种破破烂烂 跟我们去台湾人家规定好了旅游路见 你看到光线的一面完全不一样 这是反映台湾地区犯罪活动的 一个故事极其饱满的这么一个片子 杀人从头到尾 最后呢更是大规模的杀血腥暴力 尺度真够大 悬念从生 因为有悬念嘛 故事你听到最后 那个他吊着你的这个胃口啊 绷着的神经一直就没有一刻松下来 当然最深刻的是邪教组织给人洗脑 这个片子拍摄的比较成功 就是关于灵修 关于诈骗钱财邪教头目 最开始他给人的印象 通过男主角的视角已经被感动了 甚至被感动的痛哭流涕 觉得自己那么邪恶 自己是有罪 自己对不起别人 对不起社会 要彻底改家更张 重新做人 在被抽打的时候 四个人同时打 在被尊者就是那些邪教的教主剪掉头发的时候 我当时像我这种啊 早年间被称之为反邪教斗士 揭穿大量的特异功能骗局和邪教教主的这么一个人 司马南者之流 我居然那一刻 我都看不出电影的走向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以为他是讲宗教对人的那种劝善作用 想不到最后看到的是邪恶 是丑陋 是贪嗔痴 发展到极点的那种邪教的教主的生活 哇这电影 我跟各位看 从反邪教的角度来说 从提高大家不上邪教的 这个当的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片子非常值得看 台湾有邪教 台湾有黑社会 台湾有那种暴力犯罪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原汁原味啊 镜头上的台湾跟台湾留风光片 当然不一样 破破烂烂 脏了吧唧 台湾底侧社会犯罪 如此猖獗警察 如此无能 这个片子里面非常充分的反应 台湾呢 在台湾的警察居然不起作用 开始叫杀手给弄下了一只眼睛 杀手跑了 后来呢 就是黑石灰 那故事描写 这里面有一个叫小美的女演员 非常漂亮 青春亮丽 但是呢 也是被邪教精神控制的 他成了别人一个姓奴 这个片子里面都有比较大尺度的反应 我瞧台湾电影反应的现实啊 如果说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 我看这个片子 我觉得这么大尺度的片子 如果中国大陆自己拍摄的片子 恐怕很难达到这个量级 我是佩服这个电影的编导主创人员 把反面人物塑造的那么生动逼真 男一号演技炸裂 不得奖是没有道理的 特逗这里边有个女人 这个女人在里边前半场出来 后半场呢 也有她的戏 她那个发型 她那个样子 她说话的怪怪的劲 我怎么有点像蔡英文呀 我问我旁边的像不像 她又说像 这个片子不得奖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片子不火起来也是没有道理的 据说刚上映第一天 没什么人看 到第二天就火了 到第三天就靠前了 我觉得这反映了中国大陆的观众 有很高的欣赏水平 我专门去看了著名的影视评论 大家郭松明先生关于这事的评论 他说 受够了磨磨叽叽的第20条 和不死不活的麻辣滚烫之后 突然看到周处出三害还觉得很爽 爽片就应该这么拍 这片子也是有爽的一面 但是也有呢比较沉闷的一面 郭松明对20条的评价是磨磨叽叽 对热辣滚烫的评价是不死不活 我觉得这俩片子还可以了 当然周处出三害给人的感觉 更少人不一心 周处出三害前四分之三 其实和大部分的香港黑帮片差不多 没什么让人感到特别惊艳的地方 真正的高潮是后四分之一 关于这一点我跟郭松明的看法完全一致 前四分之三有个转折的桥段用得不错 那就是男一号陈桂林 阮京天他演这个人物 突然被告知说自己患了癌症 而且是癌症四期来之无多 于是呢这小子就决定做一点青史留名的事 他把排名在自己前面的两个通缉犯给干掉 然后自首是为了除丧害 这个转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他让人相信 你看这照片 陈桂林抽着烟在后面 前面长得有点像蔡英文这个女的 也是和黑社会混迹在一起 她呢是一个有医学水平的人 是个医生 但是呢他跟那江湖上的小弟们勾勾搭搭 帮人家治病 帮人家拿药 但是呢他自己也做一些不太好说的事情吧 郭松明说在黑泽民1952年拍摄的一部电影 叫《生之欲》当中 浑浑过了一辈子的市民 叫科长渡边 或者读科长渡边 检查身体发现到了胃癌晚期只差四个月了 震惊痛苦 他决定做一件有意的事 把一个垃圾厂改造成儿童游乐场 周处除三害是不是受到了生之欲的影响 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导演努力使自己的人物行为符合逻辑 这还是对的 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影啊 之所以观众觉得不太相信 就是因为从结构上 从逻辑上 你的逻辑不成立 你的心理逻辑不成立 这人干嘛就这样 他为什么呀 你得说出123来啊 你说不出123 他所有的行为都失去可信性 但是在周处除三害当中 一个四期的胃癌 还晚期患者 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这个时候呢 他发现自己 因为以前江湖上干的事 他是杀手当中排第三 于是他决定把前面两个干掉 这也太巧妙 这个逻辑太坚实了 郭宋明说 周处除三害也不是没有瑕疵 比如陈桂林腹部中了一刀 然后被钉入棺材 埋入坟墓 他居然能够踢开棺材 资历逃生 未免过于神奇 我也觉得这有点扯淡 你怎么可能埋到地下 都钉到棺材里面 你还能杀出来 再说你当时是 已经精疲力尽的状态 让人最感震撼的是 电影最后结尾 打开杀戒 发现被他追杀的头号通缉犯 林禄和 原来就是这个邪教的尊者 每天带着一帮男女 在礼堂里唱歌不道 于是陈桂林来到礼堂 将尊者一枪抱头 转身离去 刚走几步 哇令人难以置信呀 信中又在尊者的女人的带领下 合唱邪教的主题歌 歌词是 微风刺痛着灵魂 找不到应该的方向 于是他再次返回道场宣布 完事一分钟之内不肯离开的人 都将和尊者一样 有人逃走了 大部分呢却继续留在那 于是陈桂林一分钟到了 一一将他们击毙 无论男女 实话说 这画面我太震惊了 郭松敏认为 一旦饭桥话 邪教话 就意味着不可理喻 无法沟通 于是拿枪抱头 就成为最爽的解决办法 郭松敏有一段特别深刻的话 我还不太理解 他说所谓后自由主义时代 是指这样一个阶段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恶果 已经充分显现 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 却是三劫之势 然而人们还是找不到 其他的道路来替代的 这段话放在电影评论当中 什么意思 您要理解的 您告诉我 我没看懂 但是我说 电影好看 电影爽 电影对我们台湾 今天的社会 有很强的认识作用 台湾都这样了 赶紧回来吧 OK 感谢收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